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经节 本期我们请到的讲期嘉宾是世界冠军汤卫星九段 汤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这盘棋呢 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由李清成 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棋手 他在去年也是刚刚升到九段 他是直白对战Master一盘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Master是黑棋 李清成走心位 他们就是有的G7有说 跟Master下期这个分头会稍嫌缓 你怎么看呢 这个分头其实 好像我们之前下期分头也比较少 一般是挂脚的 分头怎么说 你要说稍嫌缓的话 其实现在也不知道下什么好 是吧 我觉得反正挂脚也可以吧 就是分头也可以 分头也可以 对对对 好 就是刚刚刚讲话 可能以前我们就走这个 走这个 但是他这个棋的话 他就下得特别的积极 我觉得 嗯 实际上其实这第一个局部真理 是说下完之后 这棋明显就不太好了 是吧 嗯 这个扳上也严重的疑问是 这棋被一打 嗯 这棋就不好扳了 就不好扳了 就不好扳了这棋 这棋我觉得得拐一个 嗯 如果走这个 那么可能再扳 但是他是不是 他说帕马特会连扳也是有可能的 嗯 然后这棋我可能爬一下再爬吧 管一下再爬一下吧 比如说像这样 我走 你要是连扳的话 我感觉 我感觉可能 排得可以考虑这种下方 嗯 不知道行不行 我打再打 你要是跑的话 嗯 我就唬住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我觉得感觉这样似乎也还可以 你如果是吃这个的话 感觉好像有点过分 我挺 你这底下挡住 我就搬了虎 这地方你还吃不掉我的 嗯 也许是稍微过分 我觉得这样可以考虑 因为让它分析嘛 我觉得它既然搬不好 它就只剩下拐了 嗯 嗯 那除非说这一开始 这个肩顶也不好 那这东西 那肩顶不好 可能就只有夹这个 那这样就远了 所以我觉得肩顶应该是可以 我觉得这期可能就是 应该拐了 嗯 拐了 拐吧 差不多就拐了拐 嗯 所以说李清诚这个是个很严重的一文手 嗯 对 这边大一线 嗯 特别像你打持这种 嗯 就侧边走齐了 这边还留个段 对 这还唬回来 压 对 那又是在经典的压 压 是 冲 对 黑旗脱脚 嗯 白旗猴一个 嗯 黑旗跳 那至此的话 你觉得 这个黑旗 这块 算是厚实吗 肯定啊 肯定是厚实 其实这时候你身上 他已经觉得 神尸与非了肯定 这其实跳到这儿 这地方本身他 补一个很大 但是这其实 爬的一打 这白旗走 就没空了 这这白的空还没 还不见有这个大 嗯 然后你这个空 的话 也要比这个大一点 嗯 你就大一点 然后黑了 这两个角 嗯 然后这还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这地方 虽然说你补的 你还是个宝 你这以后别人 再点你一下 你还得再补回去 对 所以我才抢一个 但是 反正这起头 确实有点残不忍睹 其实确实有点残不忍睹 就是后面 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就是这这盘 其实被吊打了 嗯 整个被吊打 嗯 你实际上是手那种 旗感特别强的 嗯 然后在下快旗的时候 它的那种 它不是走 是走 是走 它快旗的时候 感觉也特别的好 但是和Mazda相比的话 你这个旗感肯定强不过它 结果它的破绽 就容易被抓住 其实被吊打 特别像是虎 你一站 你再一走 这个 嗯 这形状 别人把这个补了 这这游戏感觉 起了三个作用 你补了两个 它补一个这个 嗯 是 李清诚 是著名的快旗手 对 但就像你说的 拼旗感的话 拼不过Master 是吧 嗯 嗯 嗯 好 可以再吃一个 嗯 可以看到这个李清诚 是在这两个后市的中间 然后夹出一道缝来 对 而且这地方吃的也很小 但他不吃的话 比你挡也很大 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对 就中间这块 其实确实是 跳一个 挺惨的 看起来 但是我们看了这 就觉得这起 就看 我们就想看后面 是怎么下的 就怎么掉到它 黑的就很稳健 就刺一下 把你锻炼给刺没了 但是它一步 空都有 你现在算上空 你这块全是空 你就16母起 嗯 然后这地方加起来 2 4 6 8 9 10 11 12 然后加起来 你全盘 你就不大 你肯定不大30母 嗯 你这块10 14 18 22 23 24 27 28 9 30 这块其实再加上外饰的话 它就已经是 40多了吧 就40多美 就加上外饰的话 它顶你全盘 肯定是可以的 然后那地方有个脚 然后你这地方的话 其实你还没活 还没活呢 当然你这块其实 倒是也不能算姑息 但是这块外饰的 效果肯定是很好 就那个脚 感觉是多出来的差不多 嗯 那个脚可能算是多的 所以现在失控了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嗯 把这盘起跳起 对 那这盘起你们后面 再看的时候 是不是也觉得 就已经是看笑话了 有点 嗯 有有点 我那边就想看 那个优势情况下 Muston怎么下棋的 看怎么下的 嗯 然后立下去 再拐 拐上来 肩顶嘛 嗯 肩顶嘛 肩顶 肩顶 那你看这优势情况下 Master是怎么下的呢 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 优势情况下我觉得 你看Master的下棋都特别的稳健 你看这一顶 嗯 摆在一拖线前 长一叉 现在再 然后这地方又 碰完之后 懦异厚实了 这地方再一贴 它现在特别厚实 然后当时呢 它其实也走一些空 像这顶的话 这些也是空 这一拐 这底下也是空 它其实走得很厚实 它厚实的推进 它也没有专门去为中间 嗯 它就厚实的推进 它对这个形式判断 它所有的都是基于形式判断 它就后续推进 把你的实地都进行限制住 就是说你的空 它都数得清楚 然后它再把自己的空 尽量地走简明 你就不行 就是它很简明地就去 把那个形式弄好 如果它去供你的话 想走一些比较炫的棋的话 那么这棋就有点不一定 比如说这种棋挂完之后 你去打入 这棋就有点复杂了 嗯 好 我们再来看几步 李清诚是怎么下的 那你觉得李清诚这番棋的败招 是不是就是这个扳呢 嗯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 嗯 就是扳完之后 后面就没有再 我觉得这是已经被吊打的 我被看到这个段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其实 可能没那么细了 嗯 就完全被吊打 这是不是再长了一个 对 它长了一个 你看这都很自然 嗯 后面这种棋就是属于那个拼命了现在 这黑棋还给跳出来了 其实局部后面它虽然说这盘棋 我们看它后面是活这块棋 但是这块棋本身感觉死定了 觉得巴子根本没杀它 哦本身如果你们人类之间下的话就基本上都会都会杀掉了是吧 就这其实肯定杀掉了这些还不死 看挺危险的确实 结果它怎么走一走一走一走活 那巴子根本没去杀 那这些走活这空也舒服 你看就双一个 这看起来像是活在空里 对就看起来是活 活肯定是便宜的 但是说就妈的说就因为自己已经多了就没想杀它了 就杀都不杀 对根本就不杀它了 其实这棋本来按道理我觉得总是死了这棋 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现在活了吗 这棋的话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活 就算它活了 现在我们空大概能差多少 其实没活 你看它就挡一个它就不杀你了 空的话这块其实现在16算我力道16 这块加上这不是28吗 之前说的 28你这边38 40给你就算个5起 45你可能42多 你这反正肯定不到50现在 最多就50 10算了 这两块加起来的话就接近于50了 再把掌上上黑在旁边15目肯定是有了 盘15以上了 把它放在空里算活了 也是盘15以上了 这盘棋确实挺我们唐九段说的 好像是这盘棋李青春被吊打得特别惨 对 特别是前半是这部分 它主要失误也是在前面这部分应该说 对 后面的话应该也就是属于挣扎看看事实了 对就看别人怎么赢 好那这盘棋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